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叫民主 因为有词跟demo demo叫样板 民主就是一种样板 所以它在全世界推广 因为这是比较符合人的天性的 所以demo 自由嘛 自由表达自己 所以比较符合人性 我们叫普世价值观 西方用英文叫common sense 叫共同的意识 common sense 中国人翻译成常识 我觉得恋恋有词也是在回归常识 就告诉大家不要去很机械地去做这件事 把英文学好顺便考考 这是应该是一个基本的 大家应该共同认同的理念 我可不希望你们考完研究 把我的微博 微信就取消关注 我觉得这是评判一个老师 是否成功的关键 大家像朋友一样交谈 我从来不觉得大家是我学生 你们有你们擅长的领域 我有我擅长的领域 大家互相帮助 所以跟我在一块 有很多学生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永远都是以平等的姿态 跟大家对话 该骂就骂 该讲就讲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 而不是有一种端着的 或者宠你们 宠大家的感觉 不会有这样的 叫2010年首席的国会的 民主议员和共和议员 你看 民主党人士和共和党人士 都可以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Republican叫共和 对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叫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共和Republicans 好 首席国会领主议员 共和党人士 共和议员 Send letters 他们都发邮件给AAAS 你管那是哪个机构 我不管 我也不翻译 书上有 由于上下文就可以知道 AAS是谁 因为前面肯定有全称 我这里翻译可以不用翻 叫他们一起发信 写了一封信给这个AAS asking that 他们问 It identify actions 好 难度来了 asking that 我讲过 that后面就是一番 新天地 that后面是关键 关键来了 朱老师 我智商帝不要骗我 it是单数 identify怎么是原型 你看难度就在这 asking that 叫问是否 注意后面这事 它确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的话 后面就可以用虚拟语气 所以这里的it 后面跟原型的原因 是这里省略了一个 省略了一个 it should or it may 这有可能 就这么翻 这就是英文 它得逼得逼的地方 各位最难理解的地方 就在这 that后面就 asking that 这些人写信 问 是否 that it's identify actions 是否识别到了 这样一种行为 that could be taken by 好 被当作是什么 federal 联邦的 state 州的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当地政府 universities 大学 foundations 基金 educators 教育人士 individual benefactors 个人获益者 benefactors 对吧 beneficial 叫利益 benefactor 看到没有 够了 有beni 个人获利者 and others 以及别人 干嘛呢 是否这些人怎么样 to maintain national excellen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tific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他们是否用这些东西干嘛 to maintain 来坚持 来维持 他们是否 对吧 可以用这些行动来维持 national excellence 我们国家的优秀 在哪方面 在人文学科方面 社会科学讲学金方面 和教育方面 scholar scholarship叫什么 叫文化 文化底蕴 因为scholar叫学者 scholarship 把它给抽象出来 变成学识 是否可以在 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 教育领域 继续保持 这个国家的领先 你看叫 national excellence 就这个意思 excellence excellent 叫优秀 excellence 名词 所以大家看 整个句子 往上顺的时候 很多次搞不明白 已经不重要了 把它记下来 所以叫做 那我们能够 能否识别 这样一些行为 什么呢 to be taken by 这些行为 能够被我们的州 政府 当地 各个个体 基金会来实施 来确保 这些行为的实施 能够让我们国家 保持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等等领域 教育领域的优越性 national excellence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封邮件 肯定是充满了 浓浓的爱国情怀 在写信问 我们的政府 是否能做到 这样一些事 我们每个人 是否都可以行动起来 他看整个句子的结构 剩下来 就是这样的 意思一层层翻 所以我讲过英语是一种 可以边读边拆边想的语言 一层一层往下拨就可以了 entitle 赋予什么权利 你看 yet 然而 these creatures natures are members of the biotic community 这些物种是生物圈子里的成员 biotic biotic community 终于承认了 bio的重要性 生物对吧 讲过叫生命 community有各种意思 社会圈子 社团 社区等等 也可以叫社会 你不用翻得那么精确 你就翻 这些物种是生物圈的成员 也是生物界的成员 这些物种也是生物界的一份子 甚至可以翻译着 它也是我们地球的成员 and if its stability depends on its integrity 如果这个族群的稳定性依赖于 这个族群的稳定性依赖于他们的完整性 integrity 完整 stability来自于形容词 稳定的 叫stable integrity 这个词叫完整 来自于动词 整合 动词integrate 叫整合 凭什么它叫整合 太好记了 inter 来告诉我 人类发展到今天 整合人类资源最快捷 最高效的工具叫什么 叫inter网吧 inter inter网怎么写 internet 所以只要有inter 叫交互 交流 信息交换 internet就这么一元而生了 所以inter 就叫做资源整理 互相切磋 integrate 叫整合 来 我又没有讲明白 记住了 inter 一切都解决了 integrate 叫整合 它的名词叫 integration 这才是儒甲包换的整合 注意这个词的读音 刚刚的动词读音 重音在最前面叫integrate 重音在最前面叫integrate 名词叫integration 叫integration 叫整合 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叫integrity 重音在这 叫integrity 这个词的意思叫 第一 指人 这个人很完整 指物很完整 整合之后就完整了 第二个意思 一个人人品很完整 是一个正直的完整的人 第二个意思叫正直 诚实 忠诚 所以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做完整 一个叫正直 忠诚 integrate 这里毫无疑问 不是指正直 因为说的是物种 不是人类 物种 别的动物 哪有正直 这一说 正直是人的品质 所以这里叫完整 所以叫 如果它的稳定性 取决于它们的完整性 they are entitled to continuous 如果它们的稳定性 依赖这种完整性 那么它们就被赋予一种 存活下去的机会 they are entitled to continuance 你看 continue 持续性 它们才会有这个持续性 它们才能被赋予 持续 存活下去的权利 你看 你可以把这个意思补权 在翻译的时候 都不要紧 所以大家注意 只要理顺了 就是满分 be entitled to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 这个短语 看到一个细节 be entitled to 后面跟的去 是一个名词 所以证明这个to 是一个介词 所以如果你后面 一个动词 短语一定动词要加ing 变成动名词 听懂了吗 这就是不用懂语法 你学就是的 to 后面明明跟的是名词 它有没有写 they are entitled to keep continuance 没有啊 它直接跟名词 好 undoubtedly 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 来 这篇文章 我们这一段 选的句子都很长很难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or countries 慢慢来 叫做正规教育 formal education formal叫正式的 正式教育 and economic growth 和经济的增长 在穷国的关系 看到没有 接受正式教育 和经济增长 在穷国的关系 is widely misunderstood 被广泛的误解了 by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alike 被经济学家 同样 政治学家 alike 叫同样 also 就是这个意思 既被政治 经济学家 也被政治学家 给误导了 都被他们误导了 什么误导了呢 progress in both area 在任何一个领域的进步 来 谁 哪个领域 一个叫education 一个叫economy 无论是教育 还是经济领域的进步 is undoubtedly necessary 都毫无疑问是必须的 for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对于社会 政治和智力 知识的发展 of these and all other societies 不管任何社会 这些东西 都是必不可杀的 对于社会 政治 还有知识 结构的进步 都是必不可杀的 也就是这两件事 不要去比它 谁重要 经济增长和教育 都不是矛盾的关系 不是谁取代谁 是都很重要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句话 就很顺的 不难 好 看下一个词 physics 那么physics 这个词 大家看 本身不是因为这个词 而是这个句子很不错 前面讲过一次 你看我们再看到它 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路顺它 理解它 只要看出来什么意思 核心主旨就可以了 many like the 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 很多 比如基础 物理学 奖项 fundamental 讲过很多遍 叫基础的 来自于名词 fundament 基础 那么fund 在我们这期班 考到现在出现过很多 比如说基金 叫foundation 对吧 那个基金 叫foundation fundament 我们讲过 叫做 叫做原教旨主义 对吧 fundamentalism 叫做 叫做 fundamentalism 叫原教旨主义 就是所有的东西看得很极端 fundamentalism叫原教旨主义 就是它非常的pureism 非常的纯的那种 比如说绝对 这个伊斯兰教旨主义 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穆斯林 他不能把手臂 把腿 除了眼睛之外 可以露出来 别的部分不能露给 任何除了他老公之外的男人看 这个就曲解 就走极端 这个叫做fundamentalism 叫fundamentalism 注意这个词 原教旨主义 那么他说 像很多基础物理奖项一样 are funded from the telephone number-sized bank accounts of internet entrepreneurs 对吧 讲过这个词 entrepreneur 叫大企业家 来自于企事业单位 叫enterprise 我们讲过 企事业单位叫enterprise enter叫进入price 对吧 enterprise叫企事业单位 企业 名字你看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它的意思叫做大企业家 所以它叫做 are funded from the telephone number-sized 都讲过 是被谁资助的 被那些像电话号码一样 大的银行账户的 英特网大牢们资助的 也就是说 好有钱 土豪们 这边我们当年如果翻译成土豪 都可以得满分 考官不仅给你满分 还微微一笑 牛逼啊 叫 英特网大佬 那些存款账户 你看bank accounts 叫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像电话号码一样长的 我说老师 对不起 我们家电话号码四位 存了两千块钱 别扯淡了 至少是八位吧 还没加区号呢 对吧 所以好有钱的意思 被那些英特网大佬们 资助的 好 Introduce 提出 来了 我讲我不要把它理解成介绍 使得是把一个东西给推出 我们看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Lewis Henry 美国社会科学家 路易斯亨利 对吧 Morgan 摩根 所以你怎么翻 好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Lewis Henry Morgan introduced another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e late 1800s 叫做在1800年代晚期 你看我倒着翻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 Lewis Henry Morgan 介绍了另外一种 关于文化进化的理论 Cultural evolution 提出了另外一种 你看Introduce 提出了另外一种 文化进化的理论 Evolution 昨天刚讲过 进化 一回生 二回手 不用担心 现在不记得都不要紧 往后再走一次 就全记住 Evolution 再往下继续 Figure Figure叫人物 讲过很多遍 出现过 数字也可以 身材也有 我们看 Among the commission's 51 members 好 在这个委员会的 51个成员当中 Are Top tier University Presidents 所以这个词不是 Tire 叫Tire 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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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寂静 这个词 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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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名词叫 领结 Tire 结 做动词叫 Tire it up 请你把鞋子绑起来 Tire it up Tire your shoes up 把鞋绑起来 扎起来 对吧 那么Tire Top tier University 你真的需要翻这个Tire吗 看到Top跟University 合在一起 还不明白吗 有一些顶级大学的主席 校长 看到没有 在委员会当中 有顶级的那些大学校长 51个成员 对吧 组成 组成这个委员会的 51个成员的是 那些顶级大学习们 Presidents Scholars 学者们 律师们 法官们 Judge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还有一些商业总裁 甚至你可以发现 商界精英 管理者 对吧 As well as 还有一些 Prominent 看到没有 Prominent figures 在这里叫大人物了 Prominent 叫杰出的人物 From diplomacy 从外交 Filmmaking 电影制作 Music And journalism 讲过了 音乐 新闻界 从新闻界 从这个民主人士 从外交 电影制作 音乐和新闻界当中 产生的各种杰出人士 都在里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大咖联盟 那么Prominent 叫做杰出的 大家看 Prominent 杰出 就来自于此根 Minute 比如说 有个词叫卓越 Eminent 这个Minute 就是卓越 Eminent 居于统治地位的 来了 Dominent 小心一点的是 Ant 前面都是Ent 感受一下 Eminent Dominent Prominent 都是处于高高在上位置 来跟我读一遍 杰出的 卓越的Eminent Eminent 就很高端的意思 所以才有了一个 美国歌手叫阿姆 对吧 Eminent 你看 一鸣起得好 多重要 Eminent 叫阿姆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Eminent 说唱都被别人扬起 因为词根叫卓越 名字起得好 多重要 对吧 所以 所以所以大家看Eminent 不说了 你看NBA有个球星 叫奥多姆 叫Odoom Doom 词根叫贵魂 厄运 你看果然吸毒去了 对吧 所以名字很重要 Tracy McGrady 翠西 所以她膝盖老是坏 当年的麦迪 膝盖老出问题 因为叫Tracy 翠西 膝盖好脆 叫Fragile Knees Broken Knees 经常坏掉的膝盖 开玩笑 名字真的很重要 好 Prominent Eminent 都叫杰出 卓越 优秀 所以大家看这个 Top Tier University 叫第一档的大学 这就是Tier 就等于Class 层次的意思 就等于层次 Top Class 就等于Rank 等级 第一档的 就我们说的档 Rank 打游戏机 第一档 第一级第二级 Rank One Rank Two Rank Three 对吧 所以大家去 委员会Commission 不多说了 简单 好 那么这里有个短语 特别关注一下 叫 叫做As Well As 记一下 As Well As 叫和 记住 As Well As 等于And 和 和一些杰出的人士 所以这句话叫做 在这个委员会的 51个成员当中 都是一些顶级的 大学校长 学者 律师 法官 以及商界精英 和一些卓越的人士 比如来自于 外交界 电影制作音乐 和新闻业的人 Diplomacy 注意这个词叫 外交叫Diplomacy 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句子太好了 一个句子 学了十几个单词 牛逼啊 背啊 Diplomacy 名词 Diplomat Diplomat 叫做外交官 外交人士 外交官 Diplomat 进一步追问 凭什么Diplomat 叫外交官 因为他叫双面人 一个人说人话 一个鬼说鬼话 Diplo就告诉你是双面 因为我们学过Duplo 你看 动词复制 叫Duplicate 我下面这个动词 叫Duplicate 叫复制 就来自于词 跟Duplo 再搞不明白 继续往下 还有机会 为什么 还有一些词 比如说 两倍本来就是什么 Double 我讲过 你怀孕了 You're doubled 你双分了嘛 所以Duplo 它就是双面人 外交家不就是这样吗 当年中国有个叫 李肇星的 哇太牛逼了 那反应速度 绝对是 愈人说我话 愈鬼说鬼话 我记得当时是东盟 十加三峰会 东盟十个国家 加上中日韩 日本那一次在会议上 但方面不经过沟通 宣布取消对华援助 80% 因为中国已经强大 日本没有能力 也没有义务继续下去 其实这个钱 日本支持了中国几十年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说战争赔款 但它作为这样一种钱 不断地在华投资 当然也是双赢 它自己觉得自己 也挣到了钱 但那一次 就是不给中国面子 直接开会说 我们就会 但我会停止对华援助 你看这个就很丢人 就你一直给我钱 然后突然不说 然后你在外面对记者说 我不给他钱了 所以当时李肇星很生气 脸都绿的冲出来 一帮记者问 这个事你怎么看 李肇星当时也嘴巴快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一直是独立自主 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靠自己的双手 这个话说完 就准备走了 我印象当时有个细节 准备跨步走了 但这个细节被我捕捉到了 我印象很深 他突然又回头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不仅 日本对华有援助 德国也有 德国对中国也有 好几十年的对华援助 大家不知道的 投资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他回头 你这样一说 我们只要靠自己就可以了 德国怎么办呢 OK你靠自己 我走了 所以当时他立马也回头 回头说 当然了 对于世界友好 国家的帮助 我们表示感谢 谢谢你 走了 太牛逼了 这个反应速度 所以顿时就明白了 这个stiplement 双面人 所以他只要是双面的 双份都叫这个 比如说文凭怎么说 我们现在努力 拿着这个敲门砖 因为我们中国是体制内国家 所以在体制内国家 要有安全感 就是你拿着体制认可的砖头 砸开门 看看他们的样子 OK 老子在走 我有能力的 有信心的 我自己靠自己 昨天刚刚讲的那个词 叫freelance 记得吗 自由的长毛 freelance 自由职业者 所以影响我伟格 我不走法律这条路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 第一 我就喜欢英文 真心喜欢 第二 我的性格在法律圈 绝对得罪人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的人 不信 我不要做孙子 当然了 电视机旁边 学法律的同学 还是要努力学下去 因为我觉得想法律 可以改变人 但是我觉得突然觉得 当老师这个职业 我从来这辈子没想过 现在发现这三尺讲台 你看现在都没有三尺 我上了两块板上面 你看不到 这有两块板 我竟然突然掉下去 你是不知道的 好惨 这个三尺讲台 这个二十公分讲台 给我的是一个传递价值观的机会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因为可以让更多年轻人 开始思考 自己的个性在哪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好 不说了 文凭叫Diploma 你看 也是对折的 所有人的文凭毕业之后 都是双份 对折的 对吧 打开文凭 你不可能是一块板 你毕业之后 抱着自己的一块板 上面画着你的头像 爸妈我回来了 跟鬼片一样 所以都叫双份 Diplomant Diploma 对折嘛 叫文凭 注意这些词 文凭叫Diploma 别搞错了 好 从你继续往下 conduct 动词叫引导 conduct 是这么读的 Your outline should smoothly conduct you 好 你的轮廓 你的框架 你写作文 你的框架 Outline Outline 外面那个线 你的总体的结构 Should smoothly 非常流畅的 conduct you 引导你 from one point to the next 作文想得高分 来打五角星 这句话可以让各位 写作文得高分 学这句话 当中的精髓 这样你作文的整个结构 和框架需要流畅的 把你从一个观点 引导到另一个观点 那个smoothly 光滑的 所以当他写作文要流畅 But do not permit it to railroad you 但不要让他驾驭你 也就是说你写作文 可以一二三下来 但是你的思维不能很死板 你写的时候 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为什么 Railroad叫驾驭你 你不能让他控制你 你不能让他强奸你的大脑 所以你怎么翻 为什么 因为Railroad叫火车轨道 Railway都知道 对吧 那你说老师 凭什么Railroad 我怎么知道 他在驾驭我呢 猜都能猜到 因为火车轨道是死的 你说老师 今天我在轨道里走得不爽 我想跳出去一下 那么那就偷轨 对吧 所以Railroad就死了 他怎么管你就怎么管 所以火车是不用动脑子 你就这么看 就这么开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Railroad就在这里的情感就是 你不要让他驾驭 清楚 这就是语感 来形容词 conductive 传导性的 好吧 不要光备中文 没有用的 看在句子里上下文 发生什么变化 conductive 出现我们看 叫做the anonymous 一些匿名的 lonely 孤独的 undistracted 来了 小心 distract 慢慢分解 我们学会一个词 叫有吸引力 吸引人叫attract 那distract 叫分心 undistracted 叫不分心的 那也叫注意力集中的 所以叫一些匿名的 一个人的 孤独的 不分心的 注意力集中的 nature 这些天性 of online gambling 在线赌博 你看 为什么以前我们不愿意买彩票 现在有了 主彩 什么什么什么 新浪彩票 哇 特别是世界飞期间 狂买 你点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为什么淘宝出现之后 人的消费欲望被进一步激发 因为他觉得挺便宜的 但问题是到了互联网上 walk up 明明晶晶就为了买一包餐饮纸 结果妈妈买了八桶餐饮纸 狂点在那边 所以叫互联网的这种匿名性 个体性 私密性 这里 lownage 不适合翻译成孤独性 叫私密性 你看 一定要根据上下了 我自己一个人玩 你又不知道谁在买 它的匿名性 私密性 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特性 nature 在这里不叫自然 叫特性 of online gambling 在线赌博 你看 你又不知道 你抓不到我 我赌 对吧 is especially conductive to compulsive behavior 特别容易导致 冲动的行为 compulsive behavior 对啊 你不怕 一点的时候 人是没有感觉 我让你拿着十万块钱去堵 你心里会有点心有余悸 哇靠 这么厚就堵掉了 一点的话 没感觉的 所以叫做 它很容易产生 你看这里的conductive 有产生吗 我翻译成它产生 特别容易产生 冲动的行为 compulsive behavior 冲动的 compulsive 那是一个动词 compile 压迫 compile compulsive 什么意思 冲动性的 冲动性的行为 强迫性的行为 这里的冲动 就是一种强迫 只不过是自己 逼自己 对吧 那么更明显 冲动 哪个词 你看 名词叫impulse impulse impulse 这就是语感 老师我背的明明是impulse 叫冲动啊 compulse叫压迫 会导致一些压迫的行为 谁压迫你 自己逼自己 所以你换成impulsive behavior 一个道理 冲动的行为 所以体会一下 compulsive 那么这个词根为什么叫压迫 词根在这儿 记一下 peal pour 都等于 pour pour叫拖拉拽 拖拉拽 pour 拽着你 所以peal pour都等于pour 叫拖拉拽 冲动 有人在背着你 好 那么逆龄叫anonymous 注意一下 跟我再读一遍 这里面的几个词 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 anonymous 逆龄 凭什么 看啊 一封 no 没有 名字 name 感觉一下 原因替换意思不变 说老师why是原因吗 当然是 它的音标度发 e why 都是原因反应 同时半原因字母也有why的 别忘了 a i o u why 半原因 半受人还是人的 一半是 why就不是原因了 所以原因替换意思不变 讲过几遍了 anonymous 一封没有名字的 ous 行与思考税 所以anonymous叫一封没有名字的信 体会一下 所以norm叫名字 你看 每年奥斯卡颁奖 提名电影 动词叫nominate 对吧 提名叫nominate 那nominated movie goes to 你看 提名电影 提名叫nominate 注意啊 委任 叫denominate 不叫不提名 不是啊 denominate 叫away 四处 四处命名 所以这个词叫委任 对吧 开了五十家分工厂 四处 认命 denominate 就这么来 注意一下这种情感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其中的几个词 那么第二个词 undistracted 讲过 distract 叫分心 undistracted 叫不分心 就是注意力集中的意思 双重否定 但也肯定 继续 behavior 行为举止 我才不是为了讲这么无聊的词 侮辱大家呢 来 我们讲的是句子 this is a subtle form of peer pressure 这是一种蓬背压力的微妙形式 首先第一个词跟我学习的 张对读 suttle 细微的 suttle form 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形式 细微的特点 细微的方式 of peer pressure peer 做动词叫 您是盯着看 只考一个端语 叫peerat 叫盯着看 peerat 叫peerat 叫您是 那么peer做名词 叫 蓬背 什么意思 同辈人 小伙伴们 很多人问我 小伙伴怎么翻 就叫peer 我的小伙伴们叫peer 所以peer pressure 叫蓬背压力 叫同辈压力 别人都在吃冰淇淋 我也要吃 一帮小朋友 在抢路边老奶奶的冰淇淋 我也去抢 peer pressure 就这个意思 他们都在听谁的歌 我也听 这是傻子 所以所谓蓬背压力 有时候就是一种非常不够淡定 对自己不自信的表现 别人都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别人都在寝室里玩游戏 你也玩 你怎么可以获得跟他不一样的人生 不是这样的 peer pressure 跟我读一下 蓬背压力 这是一种心理学当中的一个词汇 peer pressure 蓬背压力 蓬背压力 大家都在做什么 你怎么做 this is a subtle form of peer pressure 这是一种蓬背压力的微妙特征 suttle we unconsciously 我们非常无意识的 unconsciously conscious叫意识 我们非常无意识的干嘛 imitate 模仿 the behavior we see every day 我们每天都在模仿我们看到的行为 像这样的词多读 大家就会了 这样的句子读多了 语感就会形成 imitate 模仿 走你 继续 intellect 智力 来了 Dorwin 伟大的达尔文 有些名人的名字是要会的 就比如比亚盖茨 对吧 Bill Gates 写作文举例子也可以用 比如说乔布斯 Steve Jobs 就这样的名字 大家一定要会 乔老爷一看就是大公司 为什么 名字里都有提供工作的意思 还是附属 Steve Jobs 死了之后 这个也就不好了 对吧 Bill Gates 你看 比亚敲开门 有比亚 天堂之门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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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heaven's door 对吧 Bill Gates 不说了 Darwin Darwin 这些名字要会写 写作文可以多用 对吧 那个Darwin 最有名的叫 物尽天泽 对吧 叫做 叫做 叫做这个 男人的冰淇淋 对吧 你要写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竞争就是需要 因为natural selection is there 它就在那边 Darwin was convinced that Darwin被说服了 他认为 The loss of these tastes 这些品味的损失 这些特点的丧失 taste 对吧 was not only a loss of happiness 不仅仅损失掉了幸福 but might possibly be injurious to the intellect 甚至对智商都是有害的 Injury 来自于我们学过的受伤 Injure Injure Injurious 可能对 Be injurious to 叫对什么什么有害的 妈妈在 不用担心我写作文 只会用 Be bad to 或者用 Be harmful to 我们可以用 Be injurious to 可能对于这个智力 也是有害的 Be injurious to the intellect and more probably to the moral character 更有可能对道德 性格 Moral 道德的品德 品质 Character 对我们的道德品质造成伤害 很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家看这句话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 我们讲过 不是聪明的人 Intelligent 这叫知识分子 不见得聪明 对吧 所以那两个词的区别 再说一遍 Intellectual 更多指的是在某个方面 特别专注 有专业知识和素养 做了长期研究的人 叫Intellectual 而另外一个 Intelligent 指的是天生聪明 聪颖 天资高的意思 看这句话 Is it true that 慢慢走慢慢翻 这是真的吗 什么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is rejected 美国的人才被拒绝了 And 你看如果 And后面读不懂 就不读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是并别关系 这就是阅读的技巧 因为And后面 明显考虑一个 大家不认识的单语 And considered of no account 只是这个no 也暴露了 是否定含义 美国的知识分子 被拒绝了吗 这是真的吗 他们被认为 是没有价值的 In his society 他们被认为 在社会上毫无价值 美国人不重视人才 这是06年的一篇文章 看到没有 Be of no account 这是一个礼语 尽量考 of no account 叫不值钱 那值钱呢 叫be of account 叫值钱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办公室里面 被那个 咱们上海行动班的校长骂 陈老师对我有恩 带我入门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任 包括全集团 当时十位演讲师 我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人进入社会第一步 首先看到的还是 带领你的那个人 水平是否高 如果他水平不高的话 你学不到东西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到哪 我追随到哪 有一次把我骂得很惨 骂得特别惨 但我心里不服 出门之后 我就想起 当时我看了一句话 我就对自己说这句话 真正不积的灵魂 不会真的去计较什么 因为他们的内心 有着国王般的骄傲 好吧 说完之后 跟打了鸡血一样 当时就突然突发灵感 脑子里一句英文就蹦出来了 我就把这句话 翻译成英文 那如果按中国人的思路 来翻的话 挺奇怪的 他说老师 我不会翻 因为我看到 第一个喜用词就崩溃了 不积的灵魂 不积 那个积怎么翻 积 这思路就不对 来 不要这么去想 中文只是给你一个方向 大概的方向 你朝那个方向走就得了 听懂了吗 好好提问我这句话 所以真正不积的灵魂 不会真的去计较什么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好 里马来了 灵感第一个 我认为这句话 可以送给大家的原因是 致人在苦苦煎熬的 当千屌丝 未来大咖呢 You don't think other people's understandings as the nuts and bolts 好吧 又来了一个理语 nuts and bolts nuts 果人 boats 闪电 从家里吃的果人聊到闪电 你有病啊 这在说什么呢 碎碎念 就什么都聊 就从天马行空各种元素都聊 所以它就叫元素 因素 重要因素 如果还不会 查字典 我推荐过 《游道词典》里面有个克林斯 你查 Nuts and bolts means the essential of practical details 它的意思是 必不可少的一些细节 你看 从家里的果人聊到外面的闪电 boats 难道还不够细节吗 所以一查英文解释 豁然开朗 means the essential of practical details 像这样的理语 背影两个写作文 逼格是超高的 所以像你不会认为 You don't think other people's understandings 你不会把别人的理解 当成必不可少的因素 因为 土别采用because 维格用in that 因为 You are yourself of great account 刚刚学过 be of no account 叫不重要 所以you are yourself of great account 叫做你知道自己值钱 这次是of great account 这就叫现学现卖 树类旁通 牛逼吧 因为你知道自己重要 然后呢 and proud as a king inside proud是使用词 为什么直接用使用词 因为前面是 you are you are yourself of great account and you are proud as a king inside 你内心骄傲的 好像有个国王在里面一样 背下来 这句话 逼格超高 要是让你们翻 你知道你自己重要 you know that you are very important 图别翻译 如果我们再回到 刚刚那张PPT 各位就豁然开朗 看到没有 所以叫做 这是真的吗 美国的人才被拒绝了 并且被社会当作是废物了 不重要 你看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强调and 并列 后面读不动 没关系 有前面就够了 美国人才被拒绝了 因为它是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 选择一面理解就可以 所以这句话 各位背下来 好吧 我们共勉 加油 下次每次有人 瞧不起你的神 就说这句话 一定可以的 继续往下 lack 缺乏 匮乏 it tends to ignore 就可能会忽视 and that's eventually to eliminate 最终会消灭 淘汰 many elements in the land community 很多元素 in the land community land community 大概什么意思 你不要翻得跟我书里面 那么精确 大概就是什么 社圈 land 土地 社会 可能你当 我们说朱老师 这到底是土地还是社会 这个land到底是地球还是哪 不知道 因为没有上下文 但是你抓住的核心部分要有 这可能会忽视 甚至最终消灭 淘汰 对吧 很多因素 that lack commercial value all知道了 缺乏商业价值 所以这个land community 肯定是土地 让我想起了房地产行业 这会这种观点 你看it 我也不知道是谁 肯定只在上面的某种观念 会让我们忽视 甚至最终放弃 很多这样土地 放弃很多这种土地上的一些机会 elements 你看 我翻译成机会了 因素 哪种土地 that lack commercial value 这些土地看起来缺乏商业价值 but that are essential to its healthy functioning 什么意思 虽然缺乏商业价值 但是却对于健康的功能和发展 是必不可少 也就是说你指定商业 你不关注别的 对吧 所以大家看整个句子的强转车 轻轻爽爽 根据上下文 一路顺 看我句子上书上的标准翻译 所以在抓住这个句子的那一刻 虽然没有上下文 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很多指代词 精确的翻译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上下文是什么 但是我依旧可以抓住这个句子的 这个主干部分 这就是关键 这也是恋恋有词 要努力教给大家 好 继续 available 来了 看看这个词 我都不问你什么中文意思 什么有用的 可以营业的 可行的 来 This recording 这些录音 就是CD 我们听的CD 而且便宜 available everywhere 到处可以听 CD的特点不就这样 我想在哪儿在哪儿听 所以叫 我这里甚至翻译成 可以到处听 便宜 到处都可以听 and very often much higher in artistic quality 往往在艺术价值方面更高 than today's live performances 比起今天的现场表演 更高 也是CD的优点 对吧 moreover they can be consumed 更重要的是 CD可以被消费 at a time and place of the listener's choosing 可以依据听众的选择 随时随地消费 来 注意一个标点符号 我总是看到一些 大家看不到 这就是阅读的技巧 总是说 恋恋有词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不是吹牛的 你看 分号 并别关系 跟前面的and 一个货色 所以后面可以整个不读 节省时间 而后面这句话 就是这个词 available everywhere 随时随地可以被消费 不就是 available everywhere 考官在出文章的时候 知道这个部分 你可能不会 他选文章后面 甚至是半句 我都怀疑是考官自己加的 懂了吗 重复了 所以考研的精髓 就是从国外的报纸 选一些超纲的文章 把里面很多超纲词 换成考研大纲词 这就是学习恋恋有词的意义 因为重复词太多 听懂了吗 它是有规定的 一篇文章超纲词 1%到3 最多 不能多 所以这个时候 他必须把文中 大量的超纲词改掉 而你们听我的 我讲过你们要去买我三本书 就是题刊阅读 去我的原文报刊阅读 去我的微博 新浪微博 朱卫老师 你去看 很多人买了那三本 经济学人 时代周刊 都是考研命题的出处 那么你看那里面很多文章 我全部保留了里面的超纲词 为什么 举重若轻 我中考的时候体育达标 我印象太深了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要不要体育达标 当年我是要的 瘦了个猴子一样 霸起了一个体育老师 跟我开小招 练了一个月 走你 然后怎么推都不及格 疯了都快哭了 考试那天拿到球 我怎么这么轻啊 我走你 后来才知道 假设考试考的是 十斤的前球 假设我忘了具体数字 那个教练告诉我 我给你一个重了40%的 我给你练的是14斤 难怪他妈的我推了半天 一个月之后才能推及格 他说即刻就行了 结果考试 走进考场 拿一个球 轻了四斤 拿着像个玩一样 在脖子上甩 走你 就甩出去了 把李旭甩出去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道理 这讲的不是我初中的一件 初高中时代的 体育达标的一件事 那真的是 很典型 所以各位 一定要去读 可能说 老师我读的那里 你没那文章 比考研难呢 我要是出的文章 比考研简单 那是害你 听懂了 好 就这么读文章 继续 Emergent 展露头角的 出现的 来吧 An Emergent Body of Research 什么意思 这个研究的 Emergent Body Shows That 其实已经都不重要了 That出现了 我讲过 That一出现 后面是重点 来了 这种出现的一些 主体观点 An Emergent Body of Research 对吧 刚刚出现的 Body of 不用管了 讲过 Something叫off Something复数叫off 一些就可以了 这种新出现的研究 我就这么翻 我管这个Body 是什么 我不翻 这种新的研究 证明 Positive Health Habits 一些积极的健康习惯 As well as 拼命的考这个端语 和 Negative Ones 这里的 Ones 就是前面的 Habits 值代词 看到没有 叫积极的健康的习惯 和那些坏习惯一样 Negative Ones Spread through Networks of Friends 在朋友圈当中传播 Nets of Friends 网络 Trends Networks Vaya Social Communication 通过社会交流 进行传播 也就是说 好的坏的 通过社交都能传播出去 我们都知道通过 一般用Buy 一般用Throw 这是四六级时代的产物 到了咱们考研 考谁 考Vaya VIA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 以下的电话号码 找到我 You can find me Vaya的phone number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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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通过 你可以通过以下号码找到我 Vaya B格超高 学会了 好 继续 Appear 出现 来了 Not surprisingly 不让人吃惊的是 Newly Published Discovery Claims 好 一些新的出版的发现报告 Claims 宣称 对吧 一些消息 And a credible 来 Cred 一看就是信任 一看就是信任 因为我们学过一个词叫信用 Credit 信用卡怎么说 Credit Card 全世界最喜欢用信用卡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Credit Card叫信用卡 全世界哪个国家人最喜欢用信用卡 泰国人 泰国人卡特别多 见面第一句话 永远是 Sawadika 刷我的卡 Credit Card Credit 叫信任 Credible 叫可信的 叫把这种最新出版的 Published 对吧 出版发行的一些发现的报告 学说 所以怎么办 Claim 叫宣称 对吧 And a credible discoveries 和一些可信的发现 干嘛呢 That appear to be important and convincing 那些显得无比重要 无比有说服力的一些新的发现和声明 来 主语是 Claims and discoveries That是修饰 We We are always be open to challenge 会一直受到挑战 你看开放的 他随时随地会被挑战 Be open to challenge 多好的短语啊 这种短语最容易得高分 简单 大家看我这种画的句子结构 二 画下来主尾兵 一定第一步画主尾兵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会对挑战开放 随时会接受挑战 这些看似有说服力的观点 宣称发现 也随时会遭到挑战 And a potential modification 和潜在的修正 Modification 你看 来自于动词 Modify Modification 你看修正叫Modify 能看出来吗 凭什么叫修正 中国人叫中正 就这个 我相信当我写到最后一个MID 忽然开朗了 叫中 中国 中庸之道 Med Mod Mid Mid 都叫中 所以只要有MED MOD MID 都叫中庸 中 所以Modify 叫修正 你看 调到中间来 Modify 比如说 谦虚的 你看 叫Modest 温和的 对吧 褒义 简多向上 Ola 我不要知道它的意思 你看Modest 向上 形容词 得体的 Moderate 合适的 得体的 你看你读多了就有语感 我都不去翻译它 合适的 Ola 靠谱 甚至翻译声 都可以 Moderate 叫得体的 所以叫 这些会被挑战 并且呢 会有潜在的修正 Or 后面不用读了 你看如果是阅读都不用读 And 这里开始都不用读了 就是有人会挑战它 会调整它 Or Refutation 来自于Refute 就老师等一下 好像又认识 好像又不认识 学过拒绝叫Refuse 差不多了 Refute叫驳斥 会被驳斥 By future researchers 被未来一些研究人员驳斥 你看名字叫Refutation 动词叫Refute 驳斥 但是这样 蹭蹭蹭往上涨 一定是这样 多读 好 Depression 又来了 抑郁症 情绪 我讲过 也不见得 脸上坑坑洼洼 月球表面的陨石坑 凹陷处 都可以叫Depression 往下的 看上下文 Women are You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developing depression 它终于又出现了 所以恋恋有词的第二个精髓 设计在于反复 一定有意义 女人特别对于不断增加的 这种沮丧感 敏感 脆弱 你看 Susceptible Be susceptible to 叫容易受到什么的影响 脆弱的 女人容易受到这种忧郁情绪的影响 And anxiety disorders 还有焦虑 思维混乱 In response to stress 对于压力的回应 调整一下 陆顺 当面对压力时 女人特别容易显得焦躁不安 Compared to man 与人相比 与男人相比 According to 又来了 这个人 Dr. Yehuda Chief Psychiatrist 又来了 Psych 精神 精神 组织精神医生 组织精神科的组织医师 At New York's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 在纽约的老油条行政医院 对吧 老兵医院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老兵招待所 所以你怎么办 招待医院 行政医院 Consequence 影响后果 来了 The potential evolution of today's technology 关于今天一些技术的潜在的进化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还有它的社会后果 社会影响 随便怎么办 以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今天一些技术的潜在的进步 你看我都不翻译成进化 技术进化怪怪的 当今社会技术的进步 和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Is dazzlingly complicated 讲过 除非你明确可以肯定 这个副词有否定作用 否则一概把副词翻译成very 对吧 这些影响 这些技术的进步 是非常复杂的 就这么办 Dazzlingly 关你鸟事 突然想起 老师我逛街的时候 看到过一个服装品牌 叫炫目的 叫Dazzle 对吧 叫炫目的复杂 就是特别复杂 那凭什么Dazzle叫炫目的 因为词根 ZZ 疯了 ZZ都可以当词根 记住 只要有ZZ的词根 一个词 一个意思 晕 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看漫画 只要一只小猫在睡觉 头顶上好多睡觉的标志 就是Z 想起来了吗 好多Z 睡觉 小时候看动画片 都是这样的人 在那边 睡得特别香 然后拖到这边吹泡泡 特别可爱 就是因为有两个ZZZ 各种Z 所以只要有Z 就是晕 你看 名语叫puzzle 对吧 形容词头晕目眩的 叫Dizzy 刚刚叫炫目 刺眼叫Dazzle 都叫晕 一个字晕 小狗叫Papa 对吧 Papa叫小狗 然后呢 这个Lady Gaga 唱过一首歌 叫狗仔对 叫Paparazzi 你看两个Z Paparazzi Paparazzi 小狗 Papa 天天跟在你后面 不叫狗仔被叫什么 头晕了 Paparazzi MTV特别的Porn 你看词根讲了100个 都记不住 明天早上起来 只记了一个词根 Porn叫情色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你们最上一辈 这样 我也一样 请带着所有的 这样的情绪 来背所有的词根 就好像看到Porn一样 叫情色 Lady Gaga的MTV Paparazzi 比较情色 带她下次去KTV 唱歌的时候 千万不要点 特别情色 千万不要点 叫Lady Gaga 她的一首歌叫Paparazzi 很情色 不要点 叫Paparazzi 千万不要点 来跟我读一遍 Paparazzi 不要记这个词 这个词不好 来再读一遍 Paparazzi 叫狗仔队 Paparazzi 但很多人说 老师怎么叫头晕呢 明明有个词叫Pizza 怎么叫头晕呢 Pizza 还有人读Pizza 谁教你读的 门口大爷教你的吧 英语 叫Pizza ZZFATS Paparazzi 看到没有 不是皮炒 诸位上课上的一般 同学们我教课教的好无聊 让我锻炼一下自己 把腿搬上来 然后突然一个腿 劈下去了 Pizza 叫Pizza 不是这个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词为什么也叫头晕呢 因为你试试看了 这么大一个Pizza 你一口下去 你不晕才怪 吃饱了饭不就晕吗 所有人吃饱饭 第一件事就是 就想睡觉 所以我一直建议 听恋恋有词的各位 听的时候最好饭没吃饱 吃饱了饭 我怕你们听的时候睡着了 来了 就要这些 今天这些技术的潜在的进步 和这些 它造成的社会影响 特别复杂 And it's perhaps best left to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这有可能 作为最好的出路是什么 best 叫it's best left to 它最好是留给那些 科学 科幻小说 叫science fiction fiction叫虚构 writers 最好把这些东西留给那些 科幻小说家 and the futurologists 和一些未来学家 to explore the many possibilities we can envisage 把它留给这些 科幻小说家 未来学家 来挖掘 我们所能想象的 各种可能性 envisage 四六级考 imagine 考研考 envisage 因为这里面藏了一个词根 想象 vis vis 叫眼睛看 比如说每年好莱坞最佳视觉特效 视觉效果叫visual effect 叫visual effect 叫视觉效果 visual 视觉的 监督 你看高高在上的 一个人在上面看着你 叫supervise 每次去理发店 总监叫supervisor 把字母E去掉 改成or supervisor叫总监 挂一个 我们的总监 一般自己先把头发搞起来 一般是这样的 头发这样的 或者往两边开 没有人找到染发 先把自己染起来 没什么 叫吸箭吹 supervisor 看到没有 总监 supervise 注意 这个叫眼睛 那凭什么叫想象力呢 因为有个音 往里面看 拼命地挖掘里面的 你的想象力 叫envisage 所以叫他来挖掘 explore 叫探索开发 挖掘一切可能性 那么这里没什么多说的 也就留给科幻小说去发挥吧 好 看下一个 contribute 有助于讲过的 contribute to 果然这是考点 我们来读读看 叫that it's interesting to wonder 我们很有趣的想知道 wonder 做动词叫想知道 做名词叫奇迹 记一下 wonder 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很想知道 if the images we see every week 我们每周所看到的 if 在这里肯定叫 是否 是否我们每周所看到的那些 stress free 来 动脑子 stress 刚刚学过叫压力 做动词叫强调 做笔记 名字叫压力 动词叫强调 stress free 什么意思呢 毫无压力 free 你看 关心叫care take care of 那莫不关心呢 叫carefree 体会一下 carefree 所以叫我们很想知道 是否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些图像 毫无压力的脸 happiness enhancing 够词吧 看到没有 幸福提升的 parenthood 这些父母们 aunt in some small subconscious way 是否也会以一种小小的 潜意识里面的行为 contributing to our own dissatisfaction 会导致我们自己的不满足呢 你废话 不看我也知道 你天天看了一帮明星在那边秀幸福秀恩爱 他躲到后台哭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 他到台前当然要很光鲜了 你看韩国那些明星 我又要讲了 很多韩国明星上来就是逼格很高的 那为什么韩国明星自杀率那么高 真的没那么多 于是来中国淘金 我们讲过吗 韩国最火的明星当年 那个叫叫叫叫 来自星星的你 那个叫什么 鸡秀贤 你们没看到一篇文章吗 他最火的时候片酬 不及中国一个演员叫文章 就那个出轨的男人 三分之一 你们在网上找 还能找到 文章一集 电视剧一集 所以高峰到过120万 一集 90万正常的报价 韩国明星到不了 一集30万人民币 就不得了 所以到中国来淘金 人傻 钱多 所以大家看 你看这个部分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叫做 我们天天看这些 stress-free happiness enhancing parenthood 它难道不会以一种非常小的潜意识的方式来导致我们自己的不满意吗 对吧 所以叫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ctual experience 我们对于现实的体验不满意了 好像不是这样的 in the same way that 就好像 你看 in the same way that 翻译成 就好比 a small part of us hoped getting 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希望变成的richard 你肯定不认识他 当年印象我最深的美剧 第一部 Friends 老友记 俗称六人行 中国后来翻拍了一个版本叫爱情公寓 对吧 richard是里面著名的一个女人 Jennifer Aniston 演的 当年还是Brad Pitt 女人 后来由于不要生小孩 Brad Pitt 不要了 找了找了这个Andrina Julie 一生生了一窝 大家知道生了好多个 所以男人啊 女人的生育能力也是一个资本 好会生的样子 一生七个胡萝卜 出来就喷火 对吧 好狠的样子 in the same way that 也这现象就好比 你看 我们天天人格分裂 看明星们秀恩 为什么明星要在上面装逼呢 你得看着他很幸福 你才相信自己能幸福 所以明星为什么人格会分裂 会自杀 因为他有时候心情不好 他在台下哭 他到了台上也得笑 就这个意思 不容易 就好比 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希望 getting the richer 变成richer might make us look just a little bit like Jennifer Aniston 好像这就可以让我们看起来 有点像Jennifer Aniston 也就是说我们会特别欣赏那些明星 会看着他们 我们也想了解 是否我们的人生的不满意 能够找到答案 就这个意思 因为Richard 演Richard的女人叫Jennifer Aniston 就这个意思 你会把它对号入座 sort 讲过 种类 these groups mainly rely for instilling 来这些团体 主要rely for 什么意思 他们主要相信 rely叫依靠 他们主要依靠 instilling needed dispositions into the young instill 想能不能想到 因往里面 still固定 那我想起了一个词 叫组装 怎么说 install 安装电脑 install 组装 install this computer 组装这个电脑 install instilling 一定叫植入 这些组织啊 主要依靠干嘛 主要信任 或者依靠 植入 needed dispositions 把一些必须的性格 dispositions 情绪 情感 性格 接下来 disposition 情绪 情感 性格 他们把一些必须的情感 植入 交给年轻人 into the young up on the same sort of associations 依据同样的种类的这种联系 好 什么样的联系呢 which keeps the adults loyal to their group 就好像成年人对自己的团体保持忠诚一样 也就是说老一辈告诉下一辈 你爹以前就这么忠诚 你也得这么干 一代一代传给一代 不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理顺的句子 有些细节不用翻 体会到了吗 也就是说老一辈的人 把这些因素交汇了 是他们联系 他们信任的纽带 告诉你 你个体要服从于组织 他们现在也这么植入 这种观念给年轻人 教他们 你也得这么干 听懂了吗 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in still needed dispositions disposition 叫做性格情绪 继续 secure 稳固的 稳定的 来了 动词叫确保 during the past generation 在过去那一代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family 美国的中产阶级 that once could count on hard work 讲过叫指望 很多美国中产阶级 曾经是能够指望 通过努力工作 and a fair play 和公平竞争 你看 fair play 叫公平竞争 to keep itself financial secure 来保证他们自己的金融安全 好 这种感觉什么 主语是谁 主语是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family that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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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once could count on hard work and a fair play to keep itself financially secure 确保他 经济方面的安全 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好 那一代 相信通过努力劳动 和公平竞争 能够保证 经济安全的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文语在这 had been transformed 已经被转变了 turned changed transformed 讲过trans叫跨越 转变 已经被改变了 by economic risk 被经济风险转变了 and new realities 和一些新的现实转变了 reality 现实 长得特像一个词叫reality 我发现这两个名字就没几个人搞对过 来记录一下 reality叫现实 reality叫房地产 接下来reality叫房地产 于是还有一个版本的表达 房地产叫real estate real estate 不要卷舌re卷舌 l不卷舌real real estate 不动产房地产 经常看到房贷中介 房产中介卖房子的人 叫real estate broker broker这个词好有意思 来自于break 打破那个词break 的过去是broke 毁人不卷的人叫broker 牛逼吧 这个词变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们叫黑中介 real estate broker 房产中介 毁掉他这个行业的人 很有意思 叫经纪人 记一下 经纪人叫broker real estate broker 不动产经纪人 所以被新的这种经济风险和现实转变了 也就是美国人现在也不太相信这个 好threat 威胁 我们来看这一句话 look at homo sapiens 讲过 前面出现过 我们来看看这种 你看homo sapiens 不认识就不翻 叫质人 我们讲过 就是人类的一个族群 就进入现代人文明人 所以你甚至可以翻译成 我们来看看文明人 in the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讲过这个IUCN 叫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Union 联合会 都可以 conservation 来自一动词 conserve 保护 保存 对吧 自然保护 叫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的一份 什么 宾威物种 threatened species 受威胁的物种的 红色清单 我不用读 也猜到 这个红色清单 一定是一份警告世人的 宾威物种 有哪些的一份 这样一份红色清单 我们来看看 你看 当中的质人 听懂了吗 所以来再录一下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所发布的一份 提醒我们关注 宾威物种的红色报告 我们来看看 其中的质人 干嘛呢 and you will read 你会读到这样一段话 listed as least concern least concern 叫最不被关心 as the species is very widely distributed distribute distributed 叫分散 讲过分配 叫由于这种物种 广泛存在 在这个清单里面 listed as least concern 讲过 concern 不要翻译成 关注 它叫担忧 最不被担忧的 一物种 在清单里面 因为它们广泛存在 adaptable 适应性极强 就是我们人类 确实 currently increasing 还在增加 and there there are no major threats 也没有主要的威胁 resulting in 导致an overall population decline 目前也没有主要的威胁 导致全方位的人口下降 也就是说 目前人类 怎么都不可能 成为 宾威物种当中 需要特别关注的 一个对象 事实也是这样 即使污染很严重 那是因为人类 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叫生活质量 而别的物种叫活着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 这段话也很有意思 学会了很多很棒的词 你看 distributed 明明叫分配 这里被我翻译成 很多 到处都是 对吧 adaptable 适应性极强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你看 listed as concern least concern as the species is very widely distributed 这里的第二个s 叫因为 listed as least concern 标记最少的关注 因为 species is very widely 你看 就可以as等于because 好 这就是这个单元的部分 那么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们越讲越难 越讲越有意思 忍住 咬住牙 听 待会我们进入第七单元 一定会越来越提高